各位好,我是魔女 今次要和大家介紹的就是五組牌效率理論和組效率理論 在講講更深理論之前 先要解釋一下什麼叫做一組 所謂一組就是已經完成或者將近會完成的面子和雀頭 例如這副牌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五組 其中第三組的一組就是已經完成的面子 而另外四組就是將近會完成 三一張會完成的雀頭或者面子 有時如果我們看到一些較複雜的複合雜誌 就並不需要一組一組分 就像下列這副手牌一樣 蠻子部分245667的兩面兩下型 雖然我們不知道最後蠻子會成為什麼順子 但可以肯定的就是蠻子必然成為兩個順子 所以我們這裡直接把蠻子當成兩組就可以了 同樣道理 童子的4445圖 我們雖然不知道它是順子或者黑子 但都可以肯定的是在哪裏有一面子和一個雀頭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也可以當作兩組 而剩下的索子八百九索就是最後一組第五組 相信讀者對怎樣把牌分組應該不難理解 接著我們就可以介紹所謂的五組理論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一會牌需要食虎 也需要四個面子加一個雀頭 也就是說總共五組 所以不論你開頭的手牌是怎樣 到最後食虎的時候 手牌必然是有五組 那當然七對子是勒除外 所以如果我們在副牌裡面 才可以找到四組的話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不夠蠻子 那就要在孤立牌裡面 找蠻子的後補 好吧 反過來來說 如果手牌多於五組的話 就即是說蠻子過剩 五組理論的重點就是 如果我們手牌多於五組的話 就應該盡早決定寫哪一組 講到這裏好像有點抽象 我就用一個實際的例子去說明一下 五組理論的重點就是 當手牌我們看到有六組或以上的時候 就應該盡早把多餘的一組散去 例如這副牌這樣 我們很明顯是看到六組的 同時這副牌也是一個二向性的牌型 而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盡早處理最弱的一組 也就是插八九索才是正著 不過這裏可能有聰明的讀者都會留意到 如果我們插八九索的話 就會選出四張七索的有效牌 但如果我們選擇打八童 固定七八童的兩面搭子的話 損失的有效牌只有剩下兩張八童 換句話說 這副牌如果打八童的話 有效牌是最多的 這個也是對的 所以在講解為何八九索是對的時候 我們也需要另一個理論 這就是所謂的一向聽集中理論 之前的影片我都有跟大家介紹過麻雀進章的特性 一副牌如果離聽牌還很遠 例如四五向聽的時候 有效牌是很多的 但當向聽數越來越低的時候 有效牌也會變得越來越少 而由一向聽去到聽牌這一部分 往往都是最難的 相信各位都有拿著一副一向聽的牌 過了十幾場都不會叫這種地獄一向聽的經驗 所謂的一向聽集中理論 就是說 為了爭取更廣有效牌的一向聽 在之前的二三甚至更前的向聽數階段 犧牲少量的有效牌 整體來說都會較為有利 好了 我們可以拿回剛才的例題來做解釋 單純按有效牌張數來計 打八銅的確比打八九索多兩張有效牌 但是這副牌如果我們入到一四萬 或者二五銅的兩面張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情況呢? 我們再來詳細看一看 如果我們當初打八銅 當我們沒有到二銅入張的時候 當然是插八九索 這個一向聽總共有十六張有效牌 不過如果當初選擇插八九索 當摸到二銅入張的時候 就可以把剩下的八索打完 這樣這副牌就變成一個完全一向聽的牌型 也就是說它總共有二十張有效牌 這個就是有時在長輩中 經常聽到的先洩後掌的打法 那這裏為何有效牌會出現差異呢? 就是當我們選擇打八銅的時候 將來入任何一張變成一向聽 都會出現剩餘牌 所謂的剩餘牌就是一副牌裡面 完全沒有任何機能的牌 例如我們不能以同先插八九索的話 那剩下的八索或九索就會變成剩餘牌 如果我們選擇先插八九索 我都以同再打八索 整副牌就不會有剩餘牌 也就是說手牌裡面所有的十三張牌 都會發揮到它自己應有的功能 很自然的耗效率 也就是說有效牌的張數 一定會比有剩餘牌的手牌多 由以上的重點 我們就可以看到五組和六組打法的分別 因為到最後我們食屋的時候 手牌只有五組 所以當手牌確定有五組的時候 效率就會有所提高 雖然有時會有例外的情況發生 例如我們已經看到有六組 而且其中一組手牌明顯比其他組弱的時候 就應該盡早把多餘的一組寫去 當手牌變成五組的時候 牌效率也會更加好 五組理論在初學者的牌效率理論中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可以令大家都知道 自己副牌究竟是不夠答 剛剛好還是達至過多 當然在今次影片所提到的例子 都是比較簡化的 而當我們實戰加入外面的寫牌 逆種或朵拉的考慮之後 手牌構成的複雜度就會高很多 在這些時候 如果你熟知五組理論的話 就更能令我們容易處理這些複雜的局面 我再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跟大家示明一下 好像這副牌一樣 這副牌我們應該看到四組 好像這樣 如果我們把七八九索 當成一組來看 這副牌就只有四組 也就是說不夠答 所以剩下一組應該怎樣來呢 我們還有三張孤立牌 七童 三索 和九索 這裡我們可以選擇 處理最弱的孤立牌 也就是九索 但是有人會問 索子可不可以分成兩組 即是七八索 兩面當成一組 而剩下一對九索 另一組 沒錯 這樣的話 手牌就變成五組 也就是夠答 但是 如果我們詳細看一看 這五組的構成 就會發覺他們有很多令人不安的地方 六萬和九索都是兩對牌 要食物的話 要是六萬那邊出現改良 要是兩面剩下一面成為黑字 這個形態會稍微弱 和有點不滿 另一方面 因為我們已經有兩張九索的話 七八索的兩面搭 也會因此而變弱 也有有效牌重複的問題 所以 將這支牌看成五組 其實並不理想 這支牌很明顯是 將手牌看成四組會比較好 這裏還有一個比較複雜的例子 就像這副手牌一樣 這副牌 就算不算墮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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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所提到的理論 就可以知道 其實可以拆一二萬 然後還有一個理論 就是三合一組理論 這個理論就是 有三張牌而成的一組 效率會比四張牌而成的一組高 例如三五七七或二四六八這一類的形狀 如果這四張牌只會成一組的話 效率就會比三張牌的一組低 最主要的原因是 如果一組牌有四張牌的話 我們入章再打出一張不要的牌的時候 剩下必然有一張是剩餘牌 但是如果這一組只有三張牌的話 入章再打另一張出去 就不會有剩餘牌的出現 但是讀者千萬不要把之前提過的四五六七 或者四五五六這一類型的好型混淆 他們雖然都有四張 但是這四張牌是會預定做到兩個面子 所以他們都不是弱形 我們用一個實際的例子去講解一下 看到這副牌 我們很明顯把它分到五組 而剩下的一組第五組索子的部分 是有四張牌的 這副牌正眼看就好像是 七九萬和三五索的卡洞塔自比較 但是這副牌實際上是有明顯的正確打法 但是根據剛才的理論 我們應該先處理四張索子部分 也就是說應該打三索或者七索 如果這裡我們選擇打九萬的話 然後如果我們摸到四索或者六索的有效牌 雖然是入章 但是必定會出現廢牌 即是剩餘牌 各位讀者可以自己驗證一下 這裡我們選擇打七索 處理索子又行不行呢 打七索的話 手牌會變成這樣 同樣我們都可以把它分成五組 大家會不會看到一些不尋常的地方呢 沒錯,第一、三、四和五組都是順子的頭寶 也就是說我們已經湊齊了要吃虎所需要的四個面子 也就是說剩餘的第二組必然是雀頭 所以這裡的九萬就會變成剩餘牌 歸納以上的論點 我們就知道這裡應該打三索是正解 我們就可以確保將來就算入任何一張 都不會有剩餘牌的出現 講到這裡,今集的內容又差不多了 是時候又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五組理論是現代跑海率理論裡的組成骨幹 除了可以令我們即時知道手牌有不夠搭之外 將來就算我們要用到一些比較複雜的手牌判斷 五組理論也是一個非常有用的工具 而初學者最需要注意到的就是 當手牌上有六組的時候 就應該盡早處理明顯較入的一組 而如果四張牌只能成一組 其實效率並不高 因為這部分入章的話 就必然會出現剩餘牌 所謂三張牌一組理論 就是一組牌如果有三張是最理想的 下次我們會講到一個比較常見的一向定牌刑 叫做撞牌一向定牌刑 如果各位對這個講座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提出 最後如果大家欣賞這個講座 歡迎讚好或者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下個趕座再見 不一定會講座 謝謝你們 我們下�的那個 的那個 一個